欢迎回到新台湾的星光大道 刚刚陈玉扁在法庭上面 针对检察官的这个结问 有关于机密外交的部分 为什么一下子提三项 一下子说十五项 就不会再有了 又冒出了四十五项 陈玉扁从这个记忆力 人的记忆力有限 这开始讲 就是说因为记忆力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到这里法官终于受不了 就制止他 法官制止他的态度 是不是代表 整个案子呢 法官可能有重新改变 自己决定的可能 对 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 当然我们现场记者也很辛苦 提到杜立平跟吴淑珍的部分 刚刚 我们又不是要生压吴淑珍 对 刚刚这个中立事长 其他前辈都讲 其实这个都无关 第二个 关于国务集要费的部分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这个庭是什么庭 你们现在是真的在开庭吗 不是耶 这是个疑省 疑省庭 对 这决定陈玉扁 是要收押 要交保还是试毁 你怎么会去问说 我不太懂到底公诉警察官 问这用意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里面听 如果照记者转述应该说 你本来说三项 六项 四十几项 五十几项 那是机密外交 但是其实是国务集要费 对 到底是几项 我觉得这部分 你要证明陈水扁是什么 那湮灭证据吗 说谎 制造证据呢 说谎哪个 被告部说谎 这很像不是说谎 不是说他的要件 最后我提到那个律师的部分 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 庄律师在现场 如果陈水扁是派律师说 去监军 去监控 他如果对我不利 马上回报 那你尽量不要帮他辩护 你虽然是他辩护律师 但是你要帮我辩护 如果律师是这样的话 那这律师是犯法的 台北地监署又要再侦办了 这个比郑文龙 那个状况严重一百倍 如果我今天辩办 请律师给 陈正慧 林德逊 马永成 是为了监控说 你们跟检察官讲了什么 有没有对我不利 然后这一律师其实 实际上是陈水扁的律师的话 那这一律师通通要法办 那执照地科要吊销你 你这个律师是有 不只违背职业文龙 你是违法 那请问 特殊主要做这样的指控 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你传陈正慧来 当庭来作证说 对啊 就是我的律师 我都不敢相信 不然就是你当时问笔录的时候 你有把它扣 因为你把陈正慧转证人的时候 律师不要在场 因为证人嘛 律师不用在场 你有把笔录写清楚 然后提示给何怡婷说 你看这份笔录 陈正慧那时候连律师都不敢用 因为那律师陈水扁请的 那这样的话那说服力就很够了 照刚才这个特殊组检察官的说法 是陈正慧主动要求 这个律师不要在场 然后11月份的时候 然后他才要 畅所欲言 对 那这样子 陈正慧是主动的啊 不是特殊组说 那你律师不用在场 因为你是证人了 所以如果陈正慧 有这个主动的意思表达 表示说他担心这个律师 是编犯派来的 陈正慧也察觉这律师 怎么 怪怪的 很像怪怪的 很像不是在为我辩护 那我觉得当然会影响到 陈正慧他之前的供词啊 因为律师在的话 他派来的啊 所以主持人林林记者 之前益州看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研判吗 陈正慧出来之后 会不会回匾办上班 没有嘛 到现在是没有 不过这个哦 张律师如果说 特殊组这个指控 有拿出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话 就是说匾办 帮这些被告 或是证人请律师的目的 是为了要影响 这些证人或是被告 究竟贪管 对的说辞 不要对他太不利 这是不是一个很有利的 收押陈正慧扁的条件 对 我刚刚讲过 这个就是 虽然是间接的证明 不是我直接对你说实啊 给你胁迫啊 但是我透过律师 来影响你 来逼你这个 共同对被告有利的 这个是构成拘押的原因 而不是说这样本身犯罪 这不是 这是程序里面 你既然有这样 那我就拘押你 破解你要去串证的这种行为 把你压起来 这本身不是患证 不过他想杜立平那一段 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反证 因为他说呢 在这个特征组检察官 问讯杜立平之前呢 吴淑珍就把杜立平叫到官邸来了 跟他说呢 如果有人问你那7.4亿 你要第一个说不是企业送的 不是某某企业送的 你不知道这件事 第二个呢 要说这7.4亿现在已经到海外去了 那至于怎么去海外不知道 就是不能让他们查到就对了 那可是后来特征组检察官在讯问杜立平的时候 杜立平没有照吴淑珍的指示 他和盘托出了 就是说这个钱是怎样怎样 最后到了元大 他是和盘托出 就证明说即便我要影响这个证人 也是无效的 杜立平还是都如实招了 那可能杜立平那个律师不是扁伴请的 如果是扁伴请的 这有这可能性 不过到时候那个周专日法官 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博赐 理由很简单 你今天把陈水扁给拘押了 他还是有律师可以去见他 比如郑文龙律师 然后什么其他的郑圣 什么律师啊 郑文龙律师啊 他就跟他问问回来 跑来跟什么 跑来跟扁伴帮陈正会 帮林德信请的律师 去传达陈水扁的意识 也可以让陈水扁想要勾窜 影响证人的这种心思 能够达成啊 比较困难啊 不是比较困难 他说搞不好每天去见 更有这个意愿 周专政该的驳持回去嘛 所以换句话说周专政 如果要帮陈水扁找理由 那不是那么的难啊 那听说他的人格特质 也是很刚硬嘛 意思就是说死不认错 错不会改 没关系 大概是种性格 所以你要改你的赌注吗 我还是不改我的赌注 我这个赌注在没有 我选择到他多寂寞啊 这个胡大哥怎么看 如果说这个检察官 是用这样子的理由的话 我想因为还在开庭 我们不知道检察官怎么讲 我像提这个余政 其实蛮弱的 我想这个 发觉到特征组或法官 受到外面媒体 政论节目的制约 其实影响蛮深的 就提一些 政论节目谈过 再拿出来谈 但是你刚刚的表做得很好 像马永诚 林德逊 陈正会 张俊雄 叶吉兰 都有具体的试证 都是陈水扁瞎掰的 那具体他们这样做 所以陈水扁如果出来的话 会不会有篡政质疑 当然有篡政质疑 我举昨天一个示意就好了 觉得是陈水扁 跟陈兆敏国防部长的二审 你看陈水扁当面指责 陈兆敏说他 夹院报复 求官不成 这是很强烈的指控 那陈兆敏毕竟是个军人 做过总司令 他抗压性很高的 所以他就不回应了 但是如果他这样 私底下透过间接的 或透过公开的记者会 像他昨天记者会 也对他属下的 又不一样 过去拿他薪水被他栽培的 像马永 陈林德逊 陈正会或是李建木 说你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夹院报复 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逻辑是成立说 他对陈兆敏都这样说 那对这些他过去的属下 也会这样说 所以这个 这是很有利的税务利 我们先进行一下广告灾坏 谢谢大家